人民自己做决定 请黄杰勇敢面对 车子占据一个车道霸捷人员 拿大声宫拼命对着黄杰浮处大喊 工作人员站在双簧线上拿手机录影 机车经过被迫逆向 时间 地点 游泥地 我奉陪 人家被自己吊 你们的事人 大家在社里教一下有老人 午休时间不断放送大声宫 把黄杰服务处的邻居惹恼了 这是12月24号 饱受困扰的邻居录下的画面 事隔一天霸捷总部发言人徐尚嫌 再到黄杰服务处下站帖 由服务处主任代为收下 还反送黄杰总部缸 抑制好热腾腾的黄杰春联 请接招 我会腰战 直到黄杰您接受辩论挑战 干扰到居民 我们先说声抱歉 然后赔个不是 第一件事先跟前一天 被他们拿大声宫轰炸的邻居 说道歉 这回不见大声宫也没开车来 希望霸杰团体可以理性地处理 这件事情 昨天中选会也寄来了 这个电视辩论会的同意书 那我也勾选了同意 黄杰秉持平常心 也希望反对着理性 否则像这样的场面 时间地点 容领地 我奉陪 人家在自己跳 你们的事人 当然设计在有老人 霸杰团体用大声跟闹服务处 让民怨恐怕引发 反效果 三地区员张哲 无赖必乡 高雄报道